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在车里面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颈椎的问题 就是脖子会疼 我们经常对着电脑工作啊 然后低头看手机就会让颈椎的负担很重 然后我就一直有在找适合的枕头 我妈妈那天跟我说 她说 这边开了一个 特杰过吗 这特别是什么 太太 她都说不出来 反正她就说 有一家是新来的枕头 特别好那个枕头 但是她比较贵 就是一个枕头要 两千多三千块钱一个枕头 我就蛮想实测一下 究竟这个 两三千块枕头是不是真的有 这么好 然后我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 我们这边的叫做 卢浮宫的家具广场 就是说里面有很多 那种进口的家具 可以看一看 赶快按订阅 不要错过乌塔新影片哟 我们现在就进去这里 这边有很多那种 还不错的家具在这边 看到有很多那种 艺术类的沙发 找那个枕头的地方 你们看到这边就是 新中式家居馆 中式家居馆 然后这边是原创家具设计 睡眠中心体验 国际品牌家具就是全部都有 我们就在睡眠中心的二楼 对啊 很明显走错了 现在已经是超越了二楼了 我们现在直接搭到了 红木家居的地方 我觉得这家很好看 感觉就是那个风格 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种椅子 就放在你说放在花园里面 这个很好看啊 它是我喜欢的风格 圆灵的我自己也很喜欢 这种实在太好看 可以分开的 你都可以分开买 这里的都是我 很喜欢的那种风格 就是这种 非常简单的风格 天呐 这种宿舍的实在太对我口味了 这个洗手台也超舒服的 这个 但是这个好好看啊 对啊 这个稳妥的 这个就可以放在上面 哦 这个收纳 对 收纳都可以的 哦 现在呢 我们从刚刚那家 下来之后 我们就来这里看枕头 因为我妈跟他们约了 打了招呼说今天会来看枕头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这一家看那个床垫 就这些床垫 我刚刚看到它这种床垫 还是可以 调升降的 就是它说如果你是 经常玩手机的 你可以把它调上一点 这样玩手机 就比较舒服 哈哈 天呐 哦 好厉害的 有点像那个 医院 病床的感觉 不好意思 枕头滑下来了 sorry 这个是多少钱 哇 啊 哇 我两千只看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用物诊 哦 丹麦的 丹麦原装 是进口的吗 是进口的 丹麦的嘛 这个都是 两千多一个 这个 但是这个是 冰冰凉凉 我觉得这个广东天也很合用 很舒服哦 对哦 很舒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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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我现在要先试一下那个 呃 纤细枕头 好得好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它就是中间这里有个位置 卡着你的颈椎 就刚好那个位置是陷进去的 哇好舒服哦 真的跟第二点不同 哈哈哈哈 是 你这样爬一下 然后呢 就往上边那里 然后它就会变高 哦 然后你往下边这样爬 然后它就会变高 它变高 就是它是 但是我又摸不到它的四粒形 是 摸不到 是啊摸不到 但是它 我现在试一下这个 有颗粒型的 软物的 我自己推着这两个 我自己推着这两个 对 对我脖子有问题 就是它可以托着你的脖子 这个不是好得 不是好得 不是好得 托不到一条脖子 跟普通的乳胶不太一样 你们看到这个 哦 很舒服耶 三江就这一张床垫 他们说是他们最贵的 定制般的舒适之称 他说是不一样的床垫 这一张 电动床是 五十八千万 两万七 床垫是 六万二 就是说 整一套加起来是 差不多十万块钱 就是电动床 加这个床垫 这是自己的床垫 对 我试一下 我现在试一下这个 好远哦 是 觉得它爬不起身 真的好整啊 爬不下去了 是啊 我让你扫你 往里面再 我已经移不到 它的感觉就是说 你整个人都 像刘沙一样陷进去 有东西这样伸出来 包着你的那种感觉 对包裹感很好 就有点像那个 躺在园里面的感觉 它是很舒服 但是 我不是很终于那种 掉下去的感觉 习惯了之后 就会很舒服的 但是没习惯 就觉得好像很不安全 好像被人捉了下去 一躺上去它就是 你看 完全陷进去 这里就是一个靠背 三千块钱的靠背 我试一试 想想先 放你理衫 但它这个真的在床上是很舒服的 所以特别你说 玩switch的时候呢 打机的时候 有这个 它真的很舒服 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不是说最贵的才是好的 就是说最重要是适合自己 那个六万二的床 我自己感觉就是 是舒服的 但是 我不习惯这种舒服 就是感觉整个人 就像流虾这样子陷进去了 真的是 轻飘飘的感觉 我觉得 感觉让我很不踏实 那个地方的话 之后如果有兴趣 大家想看多一点家具的话 我就可以带大家去看 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 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要一点点喜好 乌塔奥塔的话 请不要忘记 一键三连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I'll push your video 再见 如果大家要一点点喜欢 乌塔奥塔TV的话 请不要忘记 按赞和关注我们哟 每周都更新影片哟